營青的啦 戲台啊 那幾個重點的區域 還有上下貨的地方 紅橋那邊甚至宮廷那邊 這幾個區塊都在裡面 透過長十米高一米二的巨幅一幕牆 觀賞清明上河圖 九百多年前的景物全都越來紙上 古代挑夫 跑腿動作 許許如生 就連野台戲 人群圍觀 都讓人彷彿置身在北宋的繁榮當大 因為我覺得就是 他這個可以看到是古代人的 他們的那個就是變成行動到底是什麼樣子 他現在可以讓你整個圖片 然後再來拉近可以更了解 更了解那個故事 配合現在小孩子很重視視覺感受的 這個動畫是非常非常好 因為在很平淡的這樣的一個平面的畫作裡面 可以讓他動起來栩栩如生 而且可以讓學生去遙想 在宋朝那個時候幾百年前的這個生活樣貌 而且有各行各業的這種情況 對小朋友的一個視覺衝擊是非常的棒 而且可以實際的知道在這個當時的生活樣態 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講的話 了解歷史這是透過數位科技非常非常好 非常有幫助 三二一請請到河海行舟清明上河圖數位特展 國立海客館慶祝十週年和故宮攜手共推 河海行舟清明上河圖數位特展 將故宮人氣藏品清本院清明上河圖 經典場景製成動畫 帶領民眾認識古人智慧和公益美學 我們看到這張古畫 你從那個最早的人類傍水而居 然後透過一個河海的互動然後生存 那慢慢發展成船是一個最主要的一個 運輸跟交通的工具 所以大家都會注意清明上河圖 裡面大家都會看四龍工商 甚至換夫走足達官貴人看這些形象 可是比較少人去算說到底有多少船 這個船的類型種類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機會 透過故宮的古畫動漫 然後跟海科館的科技跟船的模型去結合 讓大家去印證一下 就是說人類在整個交通史上 船舶的重要的一個地位 從清明上河圖可以看到 那一條河原來是在運載著 人類一個歷史生活一個非常重要 演進的一個最重要的工具 那沒有想到說這樣的一個工具 跟這樣的一個環境 那船舶竟然在我們這個 我剛剛在講 現在我們在講向海致敬 敬愛海洋 那剛好就衍生到我們現在對大海的一個 我們應該講要尊敬它 所以海科館剛好這這麼多年來 那其實對於這個海洋的保育保護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很多的這個作為 包含了我們現在有朝靖方舟 然後還有我們的立獎獨木舟 其實都是在告訴我們這個在現代 那這個從河流一直到大海裡面 對我們這個生命的一個歷史意義 那這個這一次的展覽其實我們更是有邀請了 包含陽明海運 還有這個有一些這個 之前對於這個船舶就有很多貢獻的一些學者 那把很多以現在 就之前到現在的很多不同類型的船舶 這些船的型態都展成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特展現場還有十多艦中式古船模型展示 而這一艘長五公尺 寬八十公分的未來之州創作 是由年輕藝術家齊時勤親手打造 希望透過藝術創作 來傳達海洋永續的觀念 我最早是從小就在接觸海洋 然後在十歲有一次下來的時候呢 看到一隻海龜 它因為人類的魚鉤而鉤死 然後所以我就發現 其實大家看到的海洋都是很美麗的一面 但實際上它背後有非常多很痛 還有有生病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要用我自己的力量 然後嘗試去做出一些改變 這艘船它是 我是把它切成一半 這一面呢它是淺色 然後是美麗湛藍的海洋 另外一面它是深色的海洋 代表的是現況是被破壞的 因為這個海洋保育這個主題 它沒有被重視到 然後這一面呢 是我希望海洋能夠變成什麼樣的狀況 就是所有的生物都自由的 悠遊在這個海洋 然後非常的健康 台灣本島這個跟海洋非常的密切 那可是一般民眾 對於海洋或是河流 大概想到的都是船 那但是不要忘記說 船底下還有很多的生態 所以海科館其實 在這一方面提供民眾 很多教育的機會 故宮和海科館合作 將這些船隻從平面化作 轉化為一體展示 展現人類依靠河流 和海洋所獲得的生命力 特展帶領觀眾穿越時空 是一次相當難得的體驗 記者黃紹民 記錄報導